为什么你有的时候可以和女生聊天聊很久 有的时候却聊不下去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今天我来告诉你答案 这跟聊天思维有很大的关系 聊天呢 它有两种思维 第一种就是理性思维 是为了去解决问题 第二种感性思维 是为了去调节情绪 就比如说考试 答辩 工作面试 或者说你和同事在讨论一个方案 哪怕你是一个非常直的直男 沟通的过程当中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会很自然的聊下去 甚至呢去侃侃而谈 因为它是一个有主线的 你只需要围绕着这个主线聊下去就可以了 所以呢 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可以跟女生聊天聊很久 就是因为你们当时的聊天是一个主线 就比如说你们玩游戏认识的 那你们就可以去围绕游戏话题聊下去 那问题来了 如果没有了主线 你会怎么聊呢 比如说你们没有共同的爱好 共同的朋友 你们从素相识到刚刚认识 那接下来你要怎么去聊呢 很多兄弟他就不知道聊什么了 聊着聊着呀 就像是查户口一样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本质原因就是因为 你缺乏感性思维 我刚说了啊 感性思维它就是为了情绪价值 如果没有感性思维 聊天会变得很枯燥乏味 变成了问答 变成了查户口 所有的指南呢 就是缺乏感性思维 你可能还没有理解到什么是感性思维 那我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 女生问你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成熟 认真的思考三秒钟 你会怎么回 很多大学 他的本能反应就是 我觉得你挺成熟的 或者说我觉得你不成熟 这就是理性思维了 或许本能的回应问题 没有产生情绪的互动 话题呢 就很容易遭到终结 本身是女生提出来的话题 她是想跟你聊下去 但是你这样回应呢 女生就不知道怎么接了 所以过于理性的聊天 很容易变成聊天终结者 和女生聊天 更应该注重聊天氛围 而不是聊天的内容 那感性思维是怎么聊的 同样的问题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成熟 理性思维就是两种回应 我觉得你挺成熟 或者我觉得你不成熟 那有没有第三种回应呢 当然是有 就是从感受出发 我让兄弟回了 感觉不到你成熟 可爱倒是真的 虽然这一句呢 就是很简单的话 但是却能够给女生情绪 你看女生回了几个表情 说到我哪里可爱了 很少有人说我可爱的 我回 喝水的时候就很可爱呀 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 这个就是感性思维 从情绪的层面去互动 思维是非常发散的 感性思维呢 是能够引发情绪层面的互动 让女生参与到你的话题 而不是简单的回应 我说的这些啊 不是让大家每一句话 都去用感性思维去聊 一直用感性思维 女生就会觉得你有嘴滑舌 那一直用理性思维呢 聊天就会变得枯燥乏味 正确的做法就是 感性和理性 不断的交替输出表达 时而正经 时而逗逼 那这个就是今天 要给大学们讲的聊天之道了 如果你想学习一个女生 聊天的技巧 想信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一句女生 相亲吻 回复我们的请问问题 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ZX248 我来帮助你 最新链创收